新的一年才刚开始就传出了涨价的消息 就是林务局宣布把四大森林游乐区的价格都要调涨 包括了太平山、荷欢山、奥万大 还有八仙山的山庄住宿费用 其中又以奥万大涨得最凶 四人房从2300涨到了6800 一口气将近涨了将近三倍 很多民众要问的是住宿品质是不是也好了三倍呢 打开小木屋来到奥万大赏风 准备住下一晚 两人房的房间除了床铺、小电视还有基本设备 空间实在不大 但价钱一次却要涨约三倍 让游客大喊吃不消 游客直批又不是五星级的 一次涨这么多实在不合理 但林务局宣布将调涨四大森林山庄的住宿费用 以奥万大涨得最凶 两人房从1200涨到3400 四人房从2300涨到6800 涨幅接近三倍 还有很多人喜欢去赏雪的太平山 四人房也从5000涨到6400 台中的八星山 四人房涨了两倍 河环山则是一次涨3000 现在经济又不好 对啊 所以你觉得太贵了 对 太贵了 游客来到奥万大 相机拍个不停 但想要捕捉红绿相间的枫叶美景 以后可要多掏几张钞票 住房费用一次调涨将近三倍 住宿品质是否跟着提升 民众都在看 拒绝当冤打头 中选周大祥南投 采访报道 中选周大祥南投